欢迎来到后顿网,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顿网全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我们接下来讲PHP课程 那么我们从这堂课开始讲PHP的函数 那么什么是函数呢 函数是把我们要执行的一部分功能给它封装起来 然后独立出来 然后我们下载它运用到时候 我们只要调用这个函数 就可以执行一系列的动作 那么函数我们程序员中都有函数 为什么要有要产生这样的函数呢 比如说我举个程序中的例子 那么我们前台用户在添加表单的时候 它添加过来的表单 可能说有一些安全隐患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前台用户提交表单 它是在通过浏览器进行提交的 所以说我们在前台页面的对它的验证 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 对不对 所以说它在提交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在后台 对它提交的内容进行一些验证 比如说我希望你输入的是年龄 那么我检测一下 你输入的到底是不是年龄 是不是数值 对不对 然后你前台输入的这个邮箱 我检测一下 你输入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邮箱 是不是随便输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指数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检测 那么我们可能说在用户注册的时候 我需要对它进行检测 用户留言的时候 我需要对它进行检测 用户数据博客的时候 我需要对它进行检测 用户发表评价的时候 我需要对它进行检测 很多场合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对它进行一个 这个安全性的 然后一个正确与否的 这么样的一个检测 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说 你添加留言的时候 我在这个页面 我给你检测一遍 那好 你添加评论的时候 我在页面再给你检测一遍 对不对 那么这样会怎么样 会有个代码的盈余 代码的浪费 对不对 而且我们在做很多重复的劳动 重复的劳动为我们带来了 这个大量无用时间 无用精力的浪费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什么 我们可以编写一个验证的 这么样的一个函数 然后在我们这个 对用户提交内容进行验证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参数 传到这个函数里面 让函数进行验证 然后通过函数的返回值 我可以确定这个 这个内容的正确与否 对不对 那么函数就起到一个 这么样的功能 概括来说 就是把一部分代码段 一部分功能体封装到函数中 然后通过这个函数 完成一部分功能 然后函数的存在呢 是它可以重复的调用 然后它有个好处呢 就是说 这个函数 一次编译 你调用N多次 那么只执行编译一次 所以说 从这个代码的使用效率来说 它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重复修改 以及维护 非常方便 对不对 好 我们来进行深入的讲解 我们这一堂课是第四八课 我们这一堂课开始讲解的是函数 那么函数的定义 函数的定义 那么就是说不同的书籍啊 它也对它有不同的一些定义 那么大致来说呢 这个都是这样的啊 函数是一段 一部分 可重复 利用 或者执行 的代码段 然后是多次执行 一次编译 那么函数的特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特点就是减少 程序运行的复杂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说几个函数 Function 比如说我就说一个 CNAME 说出你的名字 那么我希望有这么样一罐 一段这个功能 它作用呢 就是说我传入不同的用户名的时候 那么可以让浏览器 显示出这个用户名 比如说我CNAME 后顿网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在它后面 加上一个回车 18克 那么还是就为我们执行了 输出了后顿网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我再输出 我现在想输出 后顿网的网址 http bbs.后顿网.com 那么我们的后顿网 也为我们正常输出 对不对 那么这样我们看到 我们执行这一段功能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输入这个函数名 然后里面传上相关的参数 那么函数就为我们执行了 执行了这么样的一些功能 所以说 这个从这个操作角度来说 非常之容易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一些系统网址上也是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系统网址 比如说定一个 呃 制服串 嗯 bbs name bbs.url吧 bbs.url bbs.url bbs的超链接 我们把上面这一块 可以给它 嗯 注释一下 我们定一个 支付串 加括号就函数了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支付串 我们应用一下系统函数 我们想体验 体会一下 减少程序运行的复杂性 这一块 比如说我输出 我只想截取 从bbs到后段网这一块 只想截取这一块 那么前面的attp 我不要了 sub.str 我截取这个支付串 bbs.url 我从0123456 从第七个开始 截取到后尾 然后我们在连连7里 执行一下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 呃 系统的函数 为我们 就是把这个 我们这个网址 进行了截取 前面的http协议 我们截取掉 只保留后面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通过一句话 这个调用一个系统函数 就为我们完成了 这么样一个复杂的功能 所以说 从减少程序的复杂性来说 那么就是 非常明显 当然这是我们定义的 系统函数啊 系统函数 我们自己定义的 自己定义的 自定义函数 也可以 减少我们这个系统 这个程序的复杂性 那么这就是第一点 减少程序运行的复杂性 我们可以通过函数名 然后传入参数 非常快速的 然后优雅的 把我们的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然后执行一些功能 那么第二点 我们来看一下 提高 程序的可靠性 提高程序的可靠性 怎么来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这些系统函数啊 你看这些系统函数数 我们自己编的吗 不是 这是PHP开发机构 它我们已经编译到 PHP程序语言当中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函数名 然后马上让它来进行工作 马上让它来进行工作 就像我们实际工作中 我们要是用钳子 那么钳子不用我们自己照 是不是 我们只要把钳子拿来 我们就可以用 那么系统函数也是这样 系统函数 PHP开发机构 他们已经为我们编译进去了 这样的一些常规的系统函数 比如说我们操作数主的 操作制服串的 操作对象的 操作数据库的 操作日期的 操作图像的 都有一些相关的系统函数 我们直接拿来就可以 拿来就可以用了 不用考虑它里面是多么的复杂 对不对 我们只要拿来 然后传递进去具体的参数 然后根据它的返回值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 根据它的返回值 然后我们再进行相应的操作 那么这是刚才说的一些 这是从这个简便性来说 也就是第一条 那么怎么样体现出可靠性呢 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是PVP语言 然后PVP的系统函数 它本身就是PVP机构 进行编写的 所以说它考虑了各方面 包括安全性执行效率 各个方面它都进行考虑到了 然后产生出了 这么样的一个系统函数 所以说从可靠性来说 我们函数是非常优越的 那么同时也是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如果说这些系统函数 能达到的功能 我们就要用系统函数 从安全性和执行效率来说 它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优秀的 那么再一点 再也有一点 我们知道函数的特点 函数的特点就是说 通过函数定义一句 我们把一块功能体封装的 独立到一个区块当中 对不对 独立到一个区块当中 而不是我们的整个功能 是从页头一直到页角 一直在执行 相当于我们的函数 是剥离出我们的脚本的 它是一个独立的内容 独立内容 所以说我们可以对这个函数 这一段代码 可以对它进行单独的控制 单独的编写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为我们程序 提供一个可靠性的 这么一个运行的环境 因为它可以不受 上下脚本的影响 对不对 我们可以针对这一个函数体 然后对我们里面书写的代码 进行独立的 独立的编写 然后不用受上下脚本 函数体外代码的控制 所以说它为我们的程序 提供了一个可靠性的 这么样的 一个作用 那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第三点也就是 大家都应该能理解的 提高软件的开发效率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讲究 就是高效率 这个这么样的一个社会 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社会 所以说我们从事任何工作 都要有个效率 那么我们开发程序也一样 那么函数就为我们提供了 这么样一个提高软件 开发效率的 这么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把多个重复用到的功能 做到一个函数中 然后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调用这个函数数 而不用 每不同的地方执行的 这样重复功能 我都要独立的编写 就像我前面讲过 这样的一个验证 是不是 对我们前台用户提供内容 这样这么样的一个验证 我们只要编写一个验证函数 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地方调用 我只要执行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从代码的输写量 然后这个编写代码周期来说 都会减少很多 那么这就是一个提高开发效率 第四一点 提高程序的可维护性 提高程序的维护性 那么什么叫提高程序的维护性 其实还是针对这个函数的特点 因为函数我们编写好一次之后 其他N多个地方都可以调用这个函数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输入这个 我只是简单的这么一个函数 它产生的功能就是输入 输出这个用户的名字 然后可能说 我这个用户名 可能说还有一个标题 比如说H1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样式 还有样式 比如说我定一个color字体的颜色 我随便写一个 那么这样我们定义的这样一个函数 它可以输出用H1的标记 然后输出一个部分内容 我其他有很多的地方想输出内容 我不用怎么样 我不用每一个参数都给它输写上H1 H1对不对 不用输写 我们只要在函数体中 输写一次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维护起来也特别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不想输入H1了 我先把这个测试一下 刷新 我们先把这个调用函数打开一个 刷新 我们看到我们输出了一个后的网 H1的加出标记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我有时候不想输入了 我想输入输出一个二级的标记 我只要改函数 我把这个打开 我只要修改函数一次 那么其他调用函数的地方 是不是都进行了更改 是不是都进行了更改 你看我给它改成H1 是不是都进行了更改 我再把自体颜色改一下 改成一个灰色 你看 所有调用函数的地方都进行了更改 对不对 所以说从这个维护性的角度来说 是非常方便的 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这也是函数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五点 重复利用 函数的重复性 或者说叫提高程序重复性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个函数啊 就是维护起来特别方便 我只要修改函数 那么其他调用函数的地方 都会发生改变 那么再一个提高 在第五点就是提高程序的 可重复重复性 就是说我们的函数 输写一次之后 我们可以重复的利用 在任何地方 我们可以重复的利用 那么我们可以说 在 那么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很多模块啊 可能应用到 应用到同样一个功能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可能说 我们可能说构建了一个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网站管理系统 那么我有前台 前台用户的这么样 一个会员管理系统 还有网站的后台管理系统 那么有两个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 针对数据库操作的 这么样的一个程序 比如说我前台用户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他发表的 对不对 他也可以删除 对不对 那么我们后台 后台后台管理员呢 看到这篇文章呢 我们也可以对 对这篇文章进行删除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这么样一个删除的动作 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 进行引用 但是他达到的功能是一样的 就是要删除这篇文章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一块功能 给他放到一个功能体中 函数体中 然后呢 我们前台用户 只要把这个 要删除的文章ID 发送给这个函数体 以参数的形式 那么这篇文章就会删除 然后可能在这函数体中 会有一个返回语据 返回删除成功与否 那么我们的网站 后台管理人员呢 如果看到这篇文章 觉得他可能不合法 或者违背了 我们网站的一些规定 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删除 那么删除的时候呢 还是执行那一段删除程序 然后呢 也是传递一个这个文章的ID 然后这样就可以删除了 所以说从重复性的角度来说 这也是函数的一个 非常突出的一个优点 也是我们为什么热衷于 使用函数 这么样的一个 这么样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优点 它可以大大的减少 减少我们的开发时间 那么以上啊 就是函数的几点啊 函数几点 其实也挺好理解的 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函数 在很短的时间内 开发出一个完善的程序 用函数的功能 尤其是我们使用系统函数呢 那么系统本身 PSP不用编写了 大量的系统函数 能让我们快速的 执行一些程序功能 我们只要往里面 插入参数就可以了 然后函数呢 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我编写好一个函数 我可以任何地方 我只要写上函数名 然后传递参数 我就可以让这个函数 函数工作起来 然后让它里面的代码段 为我们来进行执行 那么里面的代码段 我们可以任意编写啊 你编写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啊 然后再一点 就是函数我们可以 这个重复利用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 任何脚本 任何页面中 重复使用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也可以 引用其他文件 编写好的函数 然后在我们的本页面来进行执行 那么这就是函数的 这么样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些介绍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函数的语法 函数的语法 函数定义 我们是要用function 语句对它进行定义 function 然后写上函数名 函数名也是 以字母下发线开头 然后后面可以跟随字母 或者数字 函数名之 里面呢 我们可以传入参数 为什么要参数啊 因为我们知道函数是可重复利用的 对不对 它可以 就是说我们不同的地方 在直接 这样这个函数 虽然它执行的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它操作的对象 可能是不一样 对不对 或者说里面有些细节不一样 那么这样的细节呢 或者说操作的对象不同的 我们可以通过参数的形式 把它传入进函数体 然后在函数体中 对这个 呃 参数进行指派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 它里面的内容啊 然后呢 函数体里面就具体代码段了 具体代码段 然后我们函数执行完之后 我们要 把这函数的执行结果 然后反回回去 对不对 就像我们在上班时候 比如说我脑子特别笨啊 那么我算999加588 我算的特别慢 然后我让我同事小张算 我说小张得帮我算一下这个数 他算完之后 他假如说他回答我 他说我算完了 他只回答了我这样一句的话 那等于没算 对不对 他要告诉我什么 他要告诉我具体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说函数也是 我让函数执行完一段功能之后 他不能执行完就这样放着 不管了对不对 那我也不知道 他执行成功还是没成功啊 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他返回 返回 返回过来一个这个结果 那么这就是返回值 那么有些情况啊 我们需要有返回值 有些情况呢 可能说不需要有返回值 那么这就跟进具体情况了 不是说必须要返回值啊 不是说必须要返回值 那么有些情况我们可能需要有 那么像下面这段语句 我直接输出了 我就马上能看到结果 我就没必要用返回值了 对不对 那么有些情况下 我们需要有 但是大部分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这个返回的啊 那么就这样 我们的函数就定义完了 只要前面加上function 然后里面输入函数名 然后指定具体参数 然后里面就是我们具体的功能了啊 然后如果有返回呢 我们用return 把我们的值进行返回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加return 函数编写好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调用 是不是 调用非常简单 函数名 然后具体的参数 参数一 参数二 大家记住这豆号啊 是英文的半角啊 是英文的半角 然后你有n多个参数都可以啊 你可以有n多个参数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函数调用起来了 就可以让函数 帮助我们来执行功能 比如我再对CM的内容进行一下更改 我希望呢 这个学员啊 这个学员 再传递一下他的年龄 和他的城市 再传递一下这个 那么我可以把这改一下啊 我们echo一下 你的名字是 然后连接到name 然后 你的年龄是 你的年龄是我们到age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什么 连接一下你的家乡 或者你家乡吧 你的家乡是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连接下 dollar city 的城市 好 然后后面可以跟上一个br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就要改掉了 我先把这一块都 删掉吧 比如说 我想输出我们新来一个同学 say 新到后顿网来进行学习的 有一个同学 他的名字叫做 张琪 随便写啊 他的年龄是22岁 他的城市呢 是 呃 广州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 你看啊 刷新 你的名字是张琪 你的年龄22岁 你的家乡广州 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下 这个美化啊 我们可以加上一些 嗯 带马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你的名字张琪 你的年龄是22岁 你的家乡是广州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Function 然后加上函数的名字 然后里面可以阐述 传入N多个参数 然后是一个大括号 里面放入具体要执行的内容 然后程序语言 具体要执行的内容 这块没有限制 你可以把你学到的程序 都可以放在这里来进行执行 那么我们调用函数的时候 只要输入函数名 然后传入具体的参数 传入进来之后 我们就会在函数体内 通过这个参数的名字 来进行对这个参数的引用 然后让函数工作起来 那么有些情况 比如说我的参数 有些情况我可能说 得不到具体的参数 得不到具体的参数 比如说像我的程式 可能说有的学员 他想对他这个城市 进行一些保密 是不是 我们可以在定义参数的时候 在参数的后面 加上一个等号 然后放入一个值 这一块和我们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复制 与具是一样的 我要把这个值 复制给这个变量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掉入函数的时候 我没有传入第三个参数 你看 刷新 它会显示初始值 这就是初始值 当你这个参数 没有传入任何值的时候 那么它会应用 你在这个函数体 定义参数时候 定义的这个初始值 定初始值 如果你传入了具体的值的话呢 上海 那么这块 就会改变成你传的值 对不对 这很容易理解 是不是 最开始我把这个值 复制给这个变量 那么没有值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值 就是这个保密 如果你传入了这个值呢 那我们就是 这个变量就会把这个值 这个上海 就会把这个变量 那个原来的保密替换掉 换成上海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同于变量在某一次刻 只有一个值 对不对 你复值的新上海 那么保密就保密这个值 就会剃除掉了 对不对 这很容易理解啊 那么假如说 我没有定义初始值 我又不传对上个参数 会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刷新 报错了 对不对 我需要三个参数 但是你只传了两个 是不是 他会有个错误 会有个错误 所以一般我们说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定义一些初始值 但是啊 定义初始值 不是说随便定义的 比如说我这个 比如说有的时候啊 我这个年龄 我可能说 不告诉 我年龄啊 假如说这个学员啊 他没告诉我他的年龄 那么我们就不传入他的年龄了 我们让他显示不告诉年龄 不告诉你年龄 显示这么一段话 你看啊 好 我们可以来 跟大家看来 抄着这个 抄着这个函数啊 呃 我希望这个张奇同学 把他的姓名 年龄和城市 为我们大家 这个 汇报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输入他的名字 张奇 年龄呢 我不输入 是不是 我不输入 然后我紧接输入城市 上海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不会正常进行工作啊 答案是不会的 我们看一下啊 刷新 你的名字张奇 你的年龄上海 你的家乡是空的 对不对 这违背了我们的意愿 我们希望输入的是什么 张奇 然后呢 你的年龄是不告诉你年龄 你的城市呢 才是上海 对不对 现在我们没有传入第二个参数 但是他也没有用我们的默认初始值来替换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我们在指定默认初始值的时候 我们要把初始值放到后面 放到后面就可以了 放到后面啊 你看现在 刷新 你的名字张奇 你的年龄 不告诉你年龄 你的家乡上海 对不对 这样就没问题了 也就是说大家在定义定义函数的时候 有一些函数有一些默认的初始值 那么你要把这些默认初始值放到哪里 放到参数的后面 参数的最后面啊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函数的啊 还有一点 我们先来操作一下啊 你看 现在我是上面定义的函数 然后下面我掉了这个函数 对不对 这样从我们的逻辑思路上来说是比较成立的 我先有这函数我才能掉用它 收拾上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做一下 我先掉用它 然后再输解这函数 它能不能执行 刷新 一样可以执行 对不对 保存 刷新 一样可以执行 所以说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 函数 可以在定义 之前 调用 我说的是定义之前啊 不是说不定义啊 你不定义肯定就没有这函数你调用不了 你可以在这个定义之前掉这函数啊 这是一点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想执行函数 但是我又不确定这个函数到底全部存在 这时候我们就要检测一下这函数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f1c ti1 function es sts 检测我们这个函数是否存在 比如说我检测 css s 你看 没有返回值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给他挖dump一下 挖dump是什么 检测类型 对不对 前面已经运用过n多次了 我们测试一下 布尔值 反过是假 假代表不成立 不通过 也就是说 我通过这个函数 检测 检测函数是否存在 它返回的是 不成立 不通过 没有这个函数 反过的是个假值 是不是 那么证明 ss这个函数是没有的 我们来检测一下cname这个函数 刷新 法国的什么 法国的是处 是真值 是成立的 证明我们这个函数是存在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来检测 假如 f1c tn function 假如我这个cname 函数存在的话 那么我可以调用一下c 这个叫 刘凯吧 然后它的城市呢 是武汉 它的年龄呢 比如说是 29岁 刷新 调用位置的函数c 我们这块 是叫cname 刷新 你的名字刘凯 你的年龄29 你的家乡是武汉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文件 或者说有一个宿主 或者说有一个数据库中存储了在后登网学习的这么样的一些学员 我们是不是 只要通过这个函数 把这个函数 输入 输入它的姓名 输入它的城市 输入它年龄 我们就可以循环的为我们格式化输出这样的内容 是不是 那么这些什么颜色呀 字体大小啊 间距啊 我们是不是只在函数 让函数一个函数就为我们搞定了 对不对 我们不用每每读书一个在对它进行书写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函数的优点啊 那么我们后面啊 越往后我们会用到函数的频率是越多 我们做项目的时候函数无处不在 我们无处不在使用它 因为什么 因为它太方便了 它可以减少我们的代码开发时间 让我们快速的开发出代码 然后也最主要是方便我们的维护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写程序啊 是 一行命令 一行命令的敲 对不对 当然写的越好 是不是 对我来说越方便 是不是啊 我们肯定不希望在5000行代码中检查错误 和在500行代码中检查错误 哪个更方便 肯定是500行的 对不对 那么函数就为我们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啊 我们可以说 有了函数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程序代码量减少 减少成N倍 然后这样我们修改的时候 非常快 然后程序执行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快 那么我们在后面做项目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做练习的时候 函数我们会一直在使用啊 所以说函数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通过function 然后定义函数名 然后里面传出去的参数 然后里面内容这些代码呢 可以随便写啊 你是用循环呢 还是用for语句啊 还是if语句啊 你随便了 无论你是对文件的操作啊 对图片的操作 还是对数据库的操作 那么都是都是随便的 然后你写完之后 如果有返回值 我们就用return返回一下 那么没有返回值呢 我们就不用返回了 比如说我们可能说要执行一个 呃添加添加记录 比如说我网站 有新用户注册 注册之后呢 我希望有个注册的函数 那么这个用户 把他的用户名和他的密码 什么他的邮箱 这些信息 无论是通过数组啊 支付串发送 以参数的形式 发送到我们的函数 然后我们的函数呢 对他进行执行 执行之后 添加到数据库 添加到数据库 成功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返回一个return 我现在这随便写啊 成功 可能说我们返回一个return1 那么失败呢 失败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说返回一个return一个什么 一个零 一个假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返回值 就需要返回值啊 然后返回 返回之后呢 我们程序就可以对返回值进行判断 如果你返回的是1的话 我们可以返回客户一个 您注册成功 请到您的邮箱中查看注册信息 如果返回的是个0的话呢 我们就说 您注册失败 可能是基于某某原因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返回值 然后还有一点啊 比如说我们函数在某一处调用 函数的执行啊 是这样的 我先把它放到下面 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啊 把它放到下面 函数的执行是这样的 我到执行到 比如说我程序从上面开始执行 执行到CNAME的时候 这是执行一个函数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开始找到这个函数 然后开始对它进行执行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依次执行这个if啊 就会跑到这里对它进行执行 不是说我执行到CNAME这个函数之后 开始执行函数体 执行完函数体 这个程序就停了 或者说执行完函数体 它又接着执行CNAME 因为函数在CNAME上面啊 不是这样的啊 大家一定要不要有这个误区 我调用完函数之后 当把函数执行完之后 那么它就开始执行我调用位置的下面 接着执行 下面啊 下面就执行 千万不要想的是我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执行完函数之后呢 我还是来接着执行CNAME 不是这样的啊 我执行完函数之后 它会返回到我调用函数代码的下面 接着执行 下面接着执行啊 下面接着执行 好 那么这堂课呢 主要就是理论了啊 主要是一些函数的 什么叫函数 函数有哪些特性 然后我们是不是 嗯 必须要使用函数 然后怎么样定义函数 怎么样调用函数 怎么样传递函数的参数 怎么样检测一个函数是否存在 然后函数执行的流程 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那么大家把这堂课呢 好好看一下 因为函数我们在我们的后面工作中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们在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们在 或者面向过程 任何一种程序开发的时候 我们都在使用函数 函数无处不在啊 好 这堂课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